各位读者,大家好 今天3月15号,差不多到黄昏 我们做香港财经R的一周股市大市 其他我就不重复太多了 因为一个星期已经有三个节目 我都会有说我们的blog,或者我们的收费版 这个作为一个summary,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可以在螢光幕上看 我们就立刻,今天都有差不多十样东西 所以我们就快点进去cap 过去一个星期 我们觉得是投资者需要知道的 你们都记下它,如果有的话你们要跟进一下 第一个就是上一个星期尾有一位朋友提到我 就是现在这个证监会就 就着这个证券毛子化作出咨询 毛子化不是新来的,旧的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收到一些股票的一张纸 有你的名字,蓝色的那些 那其实如果那个咨询过了 其实过的机会很大 那些你都没有了 就是说你不能拿一张股票去 那到时你如果有这些股票,你就很简单 那你拿去投资者户口那里 开个投资者户口 然后呢,把你的股票去登记了 那就可以了,那这张纸就不用了 那就是在投资者户口里面 自然,譬如你是黄小虎 那你有建设银行,1000股 那它很简单的 它每一个股息呢 它都会开张check 就寄到你的地址里面 写你的名字 ok 那一样东西比较不方便 就是你做不到买卖的 因为你的股票是在投资者户口里面 你要在投资者户口里面拿出来 然后呢,在一间经纪行里面去register 例如你拿去给中银的 或者你拿去给汇丰的都不要紧 很简单的 过多两三天之后呢 那你才可以做买卖的 那大家要留意 如果真的落实了 证券无子化的话呢 那应该给一个期限 我们将旧时我们有的股票 就是去投资者户口里面登记的 那大家记下这件事了 好,第二个呢 也有读者在youtube里面 问过我关于新开的房产税的问题 房产税说了很久 中国内房 说了很久 但是都不实行 那你说 房产税是否会令到销售不好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譬如你像香港那样 你有物业的 你要交差响地租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只要大家公平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然 就是 就是 置业的人 他要给多了成本的 短期内有些冲击的 但是 就是当然一件事 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是说 房产税是要走 但是有很多细节 是 要很小心处理 因为那些钱很大 就是大家知道 一年 中国有多少人置业呢 你告诉我 香港都在说 就是 过千亿了一年 香港只是七百万人 那你猜 国家有多少钱呢 一年那个房产税 如果这样收法的话 就是 他除了买楼要给税之外 香港是要给地租 差响的 如果他都加的话 那些是每年是过万亿的 那这一万亿 这一万亿 究竟 怎样去收归中央呢 是先放在地方政府 要入中央的库房 那这块钱又怎样用呢 那会不会有些贪污的行为呢 就是 很technical 就是 因为这块肥猪肉很大 所以 我觉得房产税是要走 要走 第一件事 究竟怎样走 和细节呢 其实它很难落实 你一看到它很难落实 你一看到它很难落实 即是死问难问 他都会走 那什么时候呢 就未知 那如果收到封 现在就说三年 即是三年后 就有房产税了 但我觉得这个 对于房地产的影响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因为当你全中国 都是同一个system 那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影响的 接着有朋友问我 如何看中银飞机租赁 2588和波音737max 我看了 我没有看完整份业绩 因为出了都没多久 但如果这样看的话 它的纯利是上升5.8% 但是中银飞机租赁的股价呢 在过去一年是上升了接近50% 那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 就是它之前股价太低 第二个可能 现在股价太高 那就是这么简单 只有两个可能 因为如果 但是正常来说 我觉得正常来说 如果你的股价是上升50% 那你的纯利就很难 只是上升5.8% 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股价是过高的 所以这么久以来 我都没有买入中银飞机租赁 因为股价太高了 就是我觉得 Vice 五十多块 就是可能五十五 six块 我觉得反而好一点 现在股价真的是 就是我 除了一样就是说 当时四十几块的股价 真是严重低估 那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要看下去再看一份业绩才知道 那么它是 它已拥有 好像6架波音737 MAX 和波音订了90架 会不会大件事呢 我觉得如果看市场反应就不会大件事 因为为什么呢 始终都能够办 波音这么大可能他帮你换飞机 或者你未付钱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未必一定会影响他的股价 反而他的股值我觉得大家要看一看 不要那么用 虽然你说在最近来说 这十年八年 全世界的航空业 航空业发展 租飞机发展 发展是很蓬勃的 旅客人次全部都是做得很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不想买一些股价 在现在太高的东西 但是他的业务是稳定的 就是他买飞机 跟着租给人 好了租旧了 可能租给第三四个国家 跟着再烫销 新机换旧机 我觉得这个也都 坦白说的门槛很高 因为你如果不是银行背景 你大把钱的话 根本是很难做得到的 很难做得到的 譬如你新创建 那些规模是远远不够大 这个我不是很担心竞争 但是我只是担心现在的股价 那些股价就太高了 好千呼万唤 我们等了几年 国泰 燃油亏损 终于看到曱光了 下半年就赚了24亿 全年赚了26亿 那就叫做 有些交代 但是其实你问我 我暂时不会买入国泰 因为为什么呢 在国泰来说 我只是觉得一样东西好 就是太高地产 其他无论 他现在海洋业务 倒退了海洋业务 很难的 现在你做海洋业务一定死的 你看一下 如果你又做trade 你已经知道 坦白说 大部分都走飞机的 你现在走选 不是比飞机便宜很多 差不多 你走minimum的话 更加不着数 所以海洋业务是很难做的 可乐的业务 它都是一般一般 现在你看到 郭泰 他要收购香港express 我相信是 跟市占录有关 因为你的市占录 不断被人蚕食 你不断被这些 联航去抢 你的服务多优质都没用 你都没有客 你要有客 你没有客 你没有客 你的收入下降 你自然就交不到好的服务 当然我觉得如果他收购香港express 我相信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加价 一定的 如果以香港express 这样的 就是所谓的 价钱 七百多元一张票 几百元一张票 坦白说他一定没钱赚 我觉得他 就是用一块钱去消灭一个对手 那没什么的 你港龙也是这样收购回来 对不对 现在香港express 就保留名字 不做联邦也可以 对不对 我觉得 国泰仍然 只是 将燃油 亏损 改善了很多 但是 值不值得 现在买入呢 我觉得他的行业 还是很艰难 我暂时都不会买国泰的 好 体育用品股 我记得在 一零年度 体育用品股曾经大跌 全部跌到一波一波 那时候 特报七个多跌到一个多 接着 过了年多 一一年度 大概一一一二年度 就一路上升 升到现在 那你见到现在特报呢 这一段时间 他都升得很厉害的 那究竟特报 是不是可以长线上升呢 那你看到呢 这一类的体育用品股呢 好坦白说一句 他上落都很大 他上落呢 可能就是 升 可能升三成 跌呢 可能跌三成的 那你说特报 算不算是什么名牌呢 那当然不算 是吧 那你是安踏的 那他根本更加不是名牌 安踏只是买一些牌子 回来做 譬如 Filla 那最近买 Amersport 那些 就是简单说 他在国内 就是说 自己本身的体育用品公司呢 它是没有什么品牌的 它是买人的品牌回来的 就是跟比亚迪那些差不多 那李宁是例外的 李宁是例外的 李宁本身它是因为国家的恩赐 所以它已经在北方很厉害 李宁呢 李宁确实是一个大品牌 李宁的做法和特报说安踏完全不一样 但是特报呢 他想要去 在品牌里面打出来的话 坦白说他的那些品牌 都没什么人认识的 大家有听大师说 就是Nike Adidas那些 买来威的 买来演艺的那些贵 那你真的去打球 就买特报 安踏那些 那 我没看完他今期的业绩 但是我留意了安踏和特报一段时间 就是两三年 我仍然都没去买他们 原因是 始终我觉得 他们那个品牌力量 跟Nike Adidas还差很远 你真的叫我买的 我宁愿买Nike 或者Adidas 我不会买 就是买股票 我先说 因为我买就是买最好的品牌 我不想买一些代理 整个品牌回来 虽然他们这段时间真的做得好 特别是安踏 特别是安踏 好 接着我在节目也说过 平保 我非常不明白 平保是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多贩 平保好医生 现在他想做 保险 他本身平保只是做一些商业的保险 现在没有了 人寿他有做 财产欠有做 他现在什么都做 我看过这个发布会 甚至说 他是想去发购债券 做了银行 然后买了大厦回来收租 我都不明白 你一间公司做到这么多贩 你怎么赚钱 我都不明白 他做到这么多贩 成功是他的事 但是我作为投资者 坦白说 我真的没有本事看这本数 你怎么看 你有十个业务 我看完那十个业务 我看了都不知道业务是什么 我怎么会平安好医生 我又不是做医生 我又不是做药 突然间你看 你知不知 你不如 我买这座大厦回来收租 你觉得我怎么会 我不会 保险已经够难看了 是 即是你看这个趋势 它是一个big group 但是大家都忘记 保险 赚得钱来 也藏有很多 很大的危机 巴菲特经常说 一个不好的保险部门的头 可以签下很多 令公司倒闭的保单 所以我不是 就是太想买保险公司的业务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接着证加码 重罚四大保险人 7.86亿 四间 瑞银 渣打证券 Morgan Stanley 和美林 好像这个瑞银 还是要停赛一年 停牌一年 其实 邵氏在2009年 就是保险了一家叫中国森林的公司 我想和我之前重创的那家永保林业 都差不多了 就是说自己的森林在哪里 去那里斩木 去混木 其实就是留的 那家公司 永保林业我都输九成了 差不多 那时候是跟邱永汉的 说上来又十年前 十年前的事 就是这些 我经常说一件事 就是说当 就是我也都拿到一个教训 就是说 就是你尽量买股票 就是买一些你见不到的业务 见到 还有你有数计的 你熟悉那个行业 你知道在非洲森林 去割木 去佛木 是什么来的吗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究竟他有没有这件事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 之前说的农业也是 很多这些都是 就是那个保证人 他根本 扔出来的利润 他都是留的 有什么可能会有这些利润 是没可能的 你少少有这些行业 你一看到 没可能有 就是profit margin 有这么大 对不对 这件事以正视听是ok的 不过 就是我觉得take time 就太久了 整十年时间 永保林业就已经跌到几毫子了 就是 相当后悔买过这些股票 但是都是作为一个 就是教训给自己 最新的今早上午消息 就是澳门政府延续了美高门和澳博的赌牌到2022年 不是逐了牌 是将它extend到2022年 应该交给下一届政府去做的 一定延续了 但是现在收到有些消息 就是说 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些说 本来三个正牌 三个副牌 有些说 将三个副牌 都变成正牌 也有些说 洗个牌 也有些说 新的竞投者会加入 我相信其他几间的状况都一样 要等到2022年 或者2021年左右 才会有更多资料透露给大家 先告诉大家 最少一件事 在这几年你不用怕 不明朗因素是少了 因为如果本来是2020年 现在2020年 你又有多两年时间 即是休息一下 接着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那我就留在screenshot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如果想 联络 订阅这个 收费版的话 那大家email给我们 就可以了 那有我们这个 试园版的网址 那也有我们收费版的details 那大家在screenshot里面 看就OK 那有任何东西的 任何东西的 大家可以 YouTube留言 也可以 我们的网址留言 也可以 你email给我 那三样都OK 那很快 我们一至两天 就会回答大家 好吗 那今天就是这个 一周股市大市的第二集 第二集 那希望大家 给多一些意见 怎样可以做得好些 那或者 会不会有些朋友 就说 我常常都遇到 一些不同的 就是 读者 他会说 有些呢 就 喂 简简单单OK的了 我知道这件事就可以了 有些呢 就是说 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如果那件大事 才再仔细些报道 因为大家知道 很多 我们看 财经新闻 你都看的headlines 你看个专题先的 那个专题 你觉得 和你有关的事实去看的 是吧 所以我特意 就是用这些 这么简短的方式 希望大家会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好吗 那今个星期 就四个节目都做完了 那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那收费版 当然会继续 是吧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YouTube 网织 或者email 留言给我 好吗 那今个星期的节目就做完了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